我就是我的费务全 我就是这里 大家好 我是小猪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鬼迷之人小剧场 现在轮到无产那边的小故事了 正在上一期视频 探子狼他们在餐厅吃烤肉时 在厨房为他们提供食物的人 原来是无产以及上贤们 先讲一下背景 就是无产开了一间肉店 一方面购肉而不被怀疑 因为他们开始改吃其他肉类了 回到故事内容 无产知道一窝座有一个约会 于是准许他早些下班 一窝座赶集了约会的时间 正是开始他们的约会 四处逛街当然是必做的事 时间越晚天气越冷了 于是在附近买来了热辣辣的章鱼烧 一窝座怕练血吃到太热的章鱼烧烫到 一边吹凉一边慢慢拿给练血 无产在厨房休息一会儿 正想看看小猪发的视频呢 突然收到有人爱他自己 于是看看 竟然看到的是主攻场务不要灾的提文 发的是照片 城府要在一家幸福的合影 无产没有体会过家庭的温暖 真的很可怜 炭治郎他们吃完晚餐后 乘着回环球影城观赏烟花 当2019的时间只剩下10秒时 香奈湖开心的期待着和大家一起倒数 而炭治郎终于红着脸拿起了勇气 就在香奈湖倒数 5 4 3 2 1 炭治郎就勇敢的亲了上去 哇 这是什么浪漫的场景 蝴蝶忍 香奈湖和香奈湖都换好了漂亮的和服 和炭治郎他们会合后 三姐妹想拍照 找了炭治郎负责担当摄影师 人和香奈湖都准备好了 炭治郎看到香奈湖一身和服打扮后 非常可爱 瞬间脸红起来 不断和自己说要冷静 离性 而旁边的富刚英勇却说 把蝴蝶忍拍得丑点也没关系的 但是他的手却抖得不停 不断连环快拍50多幅 旁边的石密吩咐 必须把香奈湖拍得非常漂亮 不然就要杀了炭治郎 蝴蝶忍的鞋也飞了过来 搭在了义勇的脸上 甘露斯和一黑跟大家集合后 前往清水寺参拜 双手合十 向神明说出愿望后 小巴内的愿望是向米莉告白成功 而米莉的愿望是今年的恋情 会开花结果 而求先结果是他们都得到了待机 看来今年 米莉和小巴内的运气相当好呀 阿宇老师也在鬼迷之人最后一季里 让他们两个转身在一起了 看来很灵验呢 抽到大吉 米莉和小巴内举手欢呼 接着米莉太开心了 拥抱了小巴内 小巴内顿时吓了一跳 他认为要告白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但因为太紧张的关系 脸也越来越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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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半天 都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最后因为脑子超出复合 就晕倒了 鼻血再次躺了出来 英勇和忍同样首先去参拜 希望新年能有好运 他们学的愿望 英勇是希望今年不会被人讨厌 而胡天然是希望 今年还能够继续注农复刚先生 结果忍求得先得到了 极这个满意结果 相反英勇 抽到的是几率很低的大凶 对不起啦 英勇师兄 连神明也帮不了你啊 米豆子和善意他们 也同样首先去参拜和抽签 之后米豆子发现了 挂在棚架上的会码 他非常感兴趣 想自己也写 所以善意也陪着米豆子 一起写会码 而善意的愿望 果然是和米豆子永远生活在一起 而米豆子的愿望 就是今年能继续和大家一起玩 薛米和石米在一起拍照的原因 在于相待会 其应是在较早前 石米成功拿到了 由炭治郎拍下的相待会的照片 后来相待会知道了 再谈到照片话题 最后演变成 相待会要求石米和薛米 也一起合照 兄弟两人显得相当尴尬 几番说服后 找出了一张非常精彩的兄弟搭监照片 由于新的一年 送猪赢手的关系 一日主被肌肉鼠抬走之后 随便用胶带把猪耳朵 整成了老鼠耳朵 一日主肚子饿了 于是小葵陪他去吃年糕汤 整当小葵要出的时候 一日主已经狼顿火焰起来 还把小葵反面的年糕抢走并吃了 小葵很生气 这是我的年糕 而一日主却特意吃的津津有味 简直就像是故意惹喜欢女孩子 生气的调皮大男孩 最后两人抢了起来 又差一点进去闻来 炭治郎和香奈乎 去到非常有名气的姻缘石那里 虽然他们已经是情侣了 但也想测试他们的运势 首先炭治郎凭着他的灵敏嗅觉 碰到对面石头 轮到香奈乎了 他和自己说 上次除夕倒数时 炭治郎已经表达了对自己的感情 这次自己一定要好好回应炭治郎 香奈乎鼻智的向前行 最后成功触碰到石头 正当炭治郎攻击香奈乎时 香奈乎站在石头旁边想了想 决定走向炭治郎身边 然后香奈乎突然抓住炭治郎的手 搂着他的腰 速度太快了 炭治郎都没有反应过来 然后羞羞的一幕就发生了 香奈乎直接亲了上去 了住炭治郎也太幸福了 香奈乎说 这就是我的回应 为什么有一股淡淡的炭香味 看表情好像是回味无穷啊 而炭治郎还一副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的样子 只知道自己好像被强吻了 脸红到极致 并且头上散发出一阵味道 这味道是微醺焦香的味道 而香奈乎也很害羞 自己刚才竟然做出如此大胆的事情 炭治郎也完全是一副被攻略了的害羞样子 香奈乎和炭治郎的甜蜜事情 被义勇和蝴蝶忍完全看到了 因为他们两个就在后面跟踪着 蝴蝶忍感慨 香奈乎终于长大了 义勇却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忍会不会也这样做呢 不过这种想法似乎被人察觉到了 人说 福岗先生 你是不是以为我也会这样做啊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所以才会被讨厌呢 啊 英勇师兄又被讨厌了 再次皱弄了英勇的蝴蝶忍 不知道此刻心里是不是在偷笑呢 好啦 今天的小剧场就分享到这里啦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喜欢小猪的记得订阅点赞哦 爱你们 我们下期见